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要继续给我们观众朋友 带来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自己可以就是在家去进行一个勾身的练习 那么它的主要的特点呢,就是我们用的是两个颜色的线 相互进行的一个交叉的勾织 但是花纹是非常简单,无论是从正面看呢,或者是从反面看 它的花纹都是一样的,手法的话呢,只要学会了第一个 基本上就是整个围巾,或者是织围巾啊,织我们的手套,微薄,帽子等等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那我们就现在呢,先准备开始吧 首先我选择的线的话呢,是比较粗的毛线 这样的话呢,在勾织的过程当中会比较的节省时间,或者是也比较的方便一点 如果你毛线选择比较粗的话呢,那么我们的勾针就要相对应的选择比较粗一点 首先是要打一个结,打个在我们的勾针上的这样的一个活结 在我们的手指上的话呢,是先走这样的一个基础针 这样一针一针的把它拉过来 这个是一个它的一个基础,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基础 总共这边是织了一个13针 呃,是大概就是跟大家做一个示范吧 因为如果是要织维巾的话呢,会织的更加的宽一点 大概是要织到30针左右 然后再织一针一针 那我们这边呢是像这个样子 把它的这个基础针呢是给它绕了回去 在中央呢是留出了几个小孔 这样的话呢能够方便于我们第二次 再把其他的颜色呢去给它加进去 因为我们是总共是13帧 所以的话是在第1帧第3帧 第5帧第7帧第9帧第11帧和第13帧的地方呢 在它们两个孔的中间 是要可以穿入我们的灰色的这个毛线 现在呢我们是再来穿我们的灰毛线 那我们现在呢是把灰色的线慢慢给它勾出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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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这边呢也是把这个针呢是要给它穿回去 我们呢是可以把它慢慢的进行一个勾针 就像之前的这个勾针的织法一样 是在上面呢是这个空间 这个空洞当中把它的这个针呢给它填满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把它扎进去再抽出来 这边的话呢 它的手法是跟我们最开始的手法一样 然后再往上呢是织一针 再勾线拉线 然后是把两个线圈同时从我们的勾线上退下 再来一个多加一个一针在上面 这样的话呢 是直接是把它拉到了我们最后 然后再来一个小块 然后再来一个小块 再来一个小块 我们现在是可以给它换成灰色的线 然后灰色的线画完了之后再给它换我们蓝色的线 那这边也是按照它这样的一个顺序慢慢的去给它进行一个勾芝 那我们呢 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去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勾芝 基本上的话呢是相互进行一个轮换 就可以勾芝出来我们这个花纹是相互交接在一起的这种双骨的一个花纹的纹 这个纹线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所喜欢的这个主题啊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勾针呢 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小问题 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给我们留言 那我们的频道呢也欢迎大家能够进行一个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